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9日 帮帮手 这个 寧波帮 没理由嘛 这个回信精神 话说 这个绝对不是 因为他是说上世纪30年代 日本侵华的时候 有国共内战的时候 有大批的内地民众 走来香港避难 这个人数都是很少的 香港大部分的人口 是50年代 当时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 没错 是东方之珠 又发租界又英租界 又近日本 旺长到不得了 以前辛亥那时候 已经有金融市场 买那些橡胶股票 孙中山的党 很多钱都是这样来的 还有骗日本仔 但是 随着1950年 大家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 共产主义 战胜资本主义 于是在上海那些 造商人 那些 有些走 有些走不了 原因 一秋二嫩的 又有物业又成 还有那时候中国人是三妻四妾的 有没有那些一孩政策 九代同堂 是吧 那怎么走得动呢 已经是根深剃固 落地又生根 中国人一向都是安土仲千的 很多都是比较上安居乐业的人士 于是乎 全部变成空中非人 以及 资本主义 是不是 那些地库反卖油 那被人连续拔起 是用这个字 是整个族 那走得掉的 就落了很多下来 由这个这样的背景起始 你那时候那些 骰智区 木屋区就是 六零年 他们走掉那些人 跟着制造了那个需求 七零年 知道这个需求的 他们都迟了十年了 有些李嘉诚 各样才不停地拨地 那就以这个背景论述下去的时候 就是当时 不同的省份 在香港那里 尤其是北角那里 小福建 有广东帮 福建帮 上海帮等等 以前那些非法谱 很多都是上海佬 我的小孩 那时候就帮衬过 你看 吴君如那套 我不记得 那套是什么 有那个 台湾的明星 姓王的 虚钱都要拍 原因就是 因为呢 又是妈妈和儿子 那跟着 儿子很快不在 读喇沙 那些 那你会见到一间又一间那些 很古旧的企业 都是有上海色彩 这个就是 老香港 老港正传 不是气名 老港正传 是另一套 那今回 这么多帮都不选 只是选这个 凌波帮 上星期 8月初 那些人说 他又有些身体的毛病 怎会啊 还有心情写信 写了信 给这个香港企业家 凌波帮 称赞希望他们 为中国式的现代化 作出新贡献 根据这个统计数字 凌波帮 有多少呢 大概是15万人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借抬这个凌波帮 就警告那些 广东帮 福建帮 为什么不抬钱上来 少了啊 最近 而包括了 为人熟悉的上海商人 有哪些呢 已故的 董浩雲 都不能不已故 几十岁的那些 好 好久的了 董建华那些 他都差不多跟上去的了 包玉江 曹江彪 而甚至乎 林郑的组织 都是凌波了 做凯道的 还有 我们经常说老邓 老邓 一早就已经跟那些 凌波帮有关系的了 这个 是江泽民 穿针引线的 包括包玉江 董浩雲 那些 不是啊 都不会运用力量 97的时候 被董建华 陰定了 甚至乎 有一件事 由邓小平的后人 透露出来 霍英东 包玉江 帮很多手 就是当时 邓小平的子女 邓库 邓库 那些 文化大革慢 那时 有事 出名是什么 四大拨拳 那时就要做手术 但是 窮到窿窿窿窿窿 于是乎 邓小平 托人 就请这个包玉江 帮手 那结果 用什么 包张机票 和少少日常生活 洗肺 国家领导人 看好他 虽然邓小平 三上三落 当时 都未得世 但是 这个是一个 屡不毁的 赌局 今次他的赌注 就是一个国家 而当时 都算多钱 给了十几万港元 这个邓小平家族 以解言微之急 但是 他们亲老等 而已 习仲勋 和老等的恩人 没关系 今时今日 写信给宁波帮 那会不会获得宁波帮的帮手呢 至少表面上 就一定会认他的 话说 宁波帮商界的代表 是虚信习近平 即是有来有往的 而近平呢 就在7月30号时候 回回他们 就说他们用实际的行动 诠释了身火相传的爱国心 所以期望他们发挥自有的优势 这些 不用说了 很多的评论就表示 但是也会这样去说 今次赞颂这个宁波帮 就是给其他人 设下一个榜样 虽然只是说宁波帮 实际上就是面向香港 对很多海外的华人 都叫他们 抬钱回这个 中国建设祖国那些 有救国之心 那好吧 第一时间 最好的就是 江敏惠 那六百多万 张家朗 那千多万 广告费那些 什么帮都好 做多个香港帮 那 科水上去 不要说那么多 是吧 再加上国家水深火热 有三分之一的 都浸了在水里面 变了金保湯 你帮手熬湯 都要给些钱 对不对 也都可以说他可能 就是值这个 凌波帮 就给其他那些帮派 一个压力 那些同乡会那些 你不是不帮手啊 文汇报的篇章 凌波那些港商 此言永远不忘初心啊 这么厉害啊 这个是 对习近平回信的回信 灵波帮总商会会长 李德伦 策下事后来了 习主席来信 是对港大灵波帮人士 高度肯定激励和期望的 那就一定会谨遵 性子 刑心 罪力 攜手奋斗 永远不忘初心 这样的 说这么多话没用的 科学啦 而统计回 凌波帮累计呢 就捐赠个只是家乡的 不过 23亿的人民币 这个太少了 捐多少少了 主要都是做这个 教育事业各样的 你想想一些 港商都不止捐这笔数 虽然你说不是捐的 他们投地各样那些 卡实了走不了 帅哥都中招你说有多少个 你行笼啊 行基那些 不用说了 卡实了 出不回来 那怎么办 投资更加多 卡更加大 做这个命运共同体 同呼吸共命运 因为百年未有之大机遇 好好把握 早日努力 人家捐23亿 你作为港商 是不是应该捐238亿 起码100倍 物价指数都是这么说 那这里又讲一下一些日事 凌波邦呢 就起始于这个明朝的中晚期 出名的 例如这个 你行街都见到的 北京同仁堂 尤其啦 清末五口通商 有五个港口特别 就和其他那些 好处理 外国那些做生意的 被人罚款罚到傻 那通商的时候呢 你又要搞一些特权各样 从中贪腐 清朝都是这样的 发这个国难财 后期发展成中国近代最大的 商邦之一 尤其 你知道包肉缸那些的啦 所以啦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出了不少的力量 第一间的中资机器厂 有机器那些 都是凌波商人创办的 也都成立了第一间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 什么叫近代意义啊 你以前呢 有些钱庄的 没有一个非常之实正的规管 所以就未界定成为这个银行 最多都是些银号各样的 而令波邦做到这样东西 你就可以见到 好像胡雪岩一样那些 那么有势力的啦 最出名的就是做衣服的那些 还有车船出海呀 做货船 而包肉缸还帮过手的就是呢 在1981年 啊 造访Darlingstreet首相府啦 啊 戴卓尔夫人啦嘛 促成了戴卓尔夫人的 非官式上海访问 参加这个新船下水礼 也都是 其后啦 铺跌了中英谈判 哎呀大件啦 就是他一家 啊 包埋董建华各样那些 整班的船佬 都是香港的罪人 包肉缸女婿啊 九仓啊 吴光正那些 董浩雲啊 那个家族 没有他们就没有中英联合声明 是吧 那时候已经落弱的了 啊 戴卓尔夫人就 国内啊 其实他那时候呢 都有好多的东西要搞 相信呢 八四年啊 他之所以 一并要签 还要之前呢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那里 灌低了 原因就是因为 处理国内那些工运啊 各样很多问题 英国出了名的啦 那就算啦 啊 多硬正都好 权衡利害之后 被邓小平嚇到 也都被 就是头鼠忌器 包肉缸 和董浩雲 那些生意呢 所左右住他啦 那今次特别 说凌波帮 可能和香港 都有少少关系啊 整班人仔 有很多基地 设立了在香港的嘛 那也有很多的 延后利益啊 其中有一名 啊 就没那么出名的 这个叫王宽城啊 宁波啊 又是 在抗美门朝期间啊 就出售在香港的房地产 集资了几百万很多的啦 那时候 购买物资 运往上海 就是有份参与 对抗联合国的啊 如果你计算这班人仔 那当时就有 港英政府罩住啊 所以就没人啊 找这班人仔算账啊 所以香港啊 一直都有这个白手套之称 只不过那时候呢 就有 港英政府做户生父 那邵逸夫呢 这个出名啦 BBB 是不是啊 就向内地那里 捐赠个 47.5亿港元 那这个都是凌波帮 出名的 鲍玉缸 那样啦 我记得好像 有个泳池 以他命名的 而邵逸夫呢 sir run run 那在中大那里有个堂 其他那些都好像 有捐过一下的 很多的 大学那里很多都 有李嘉诚流 有这样那样 那一封信啊 到底可以捐来 多少凌波帮啊 的真正资金呢 这些才是实的嘛 那我相信 近平就会密切关注 如果一封信 泥牛入海 那班人仔 你不扔胸口的时候呢 他们又知死 是吧 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 都